哇這個湯 都是綠的 是綠湯耶 這有種就是那個 蔬菜精力湯的那個計势感 起司地瓜湯圓 是用地瓜泥 起司芋頭湯圓是用芋頭泥 好像是廢話 它的皮很好咬耶 歡迎收看 女跟上了沒 我是小協力 我是Aaron 今天你看前面擺了超多湯圓 這個應該是早餐湯圓 午餐湯圓 晚餐湯圓吧 對 這大概三天的量 為什麼就是要擺這麼多湯圓 因為最近冬至要到了 大家就看到琳瑯滿目的湯圓 到底要買什麼回家吃 對 到底要買哪些回家吃 對 我們先把幾乎能看到的湯圓 都搜刮回來了 桃小丸子啊 老虎糖啊 然後還有這個是 鮮魚鮮 然後還有Open獎 今天就是全部都來試吃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上鍋 好 第一款呢 我們先來吃這個 天好運的 它裡面有料嗎 這一顆 有啊 就是 有那個芋頭餡或者是 是甘露的 有餡喔 對 有餡 蠻可愛的 欸 好可愛的顏色喔 其實我其實不知道 羊汁甘露是什麼東西 羊桃嗎 羊汁甘露是一種香港的飲料 裡面有葡萄柚啊 然後有就是 芒果吧 我羊汁甘露還不錯耶 你說它是什麼 芒果跟 芒果 葡萄柚 這個很像那種毛毛渣渣 一模一樣的味道 但就熱帶水果應該就差不多一樣 對對對對對 裡面有珍珠耶 我覺得芋頭珍珠很不錯耶 因為它芋頭的味道很香 然後它整個餡很紮實這樣子 來吃老虎糖的 這有黑糖嗎 它這個是三款 花生芝麻 花生珍珠 還有芋泥珍珠 白的是花生珍珠 它花生是 花生粉 有一點花生塊的那種感覺 有花生粒的那種 我覺得這個可以耶 就是沒有那麼甜的那種感覺 再來吃芋泥珍珠 那種似曾相似的感覺 跟那個天好運的好像 它連咬開來都長得有點像 我最期待的花生芝麻 我看它的芝麻是不會流出來的那種 它聞起來有黑糖味耶 也對 它畢竟是那個嘛 黑糖的 哦 那個好吃 嗯 這個不錯 這個就是那種比較會流的那種餡料了 三款都還滿不錯的 再來下一款 我最怕抹茶了 實力茶布的抹茶芝麻燒麻雞 是綠色的 哇 這個好綠哦 好像糖瓜哦 哦 這樣打開來就有滿濃的抹茶味了 哇 這個湯 連水都是綠的 是綠湯耶 這有種就是那個 蔬菜精力湯的那個技術感 不錯耶 我覺得這芝麻滿濃的耶 芝麻好吃 嗯 它也有一點點抹茶味 但我覺得抹茶味沒有到特別濃 下一款我們來介紹的是鮮芋鮮的 鮮芋鮮他們是專門做芋頭的吧 對 本來就是做芋頭的 所以他們的湯源應該裡面的芋泥不簡單哦 它是芋頭 真的芋頭 它這個有點像是那種燒仙草 你去吃那種燒仙草裡面 你叫那個芋泥它會有那種是有芋頭塊的 它是真的就是把芋頭磨成泥 然後沒有加工 沒有變成餡就把它塞進去了 再來是芝麻 哇 很香耶 這一家的湯源啊很好分辨你有沒有覺得 它連芝麻都很好分辨 就是它的味道會有一點不一樣 是不是有烘焙過 就是很像烤過的感覺 好 我們剛才吃八款了嘛 我們先中央休息一下 一次吃這麼多湯源應該會消化不良 我們下午再來吃 經過短暫的休息 消化 消化 消化了一下 我們回來了 回來之後第一款先來介紹這個 Open醬 Open醬耶 好可愛喔 它是Open跟看左馬里合作的 包心起司燒湯圓 我聽說它這個起司是會看不起 對 沒錯 而且它有兩種口味 一個是地瓜 一個是芋頭 起司地瓜湯圓 是用地瓜泥 起司芋頭湯圓是用芋頭泥 好像是廢話 外皮有直屬添加是芋頭的 地瓜是竹炭 它的皮很好咬耶 真的有起司耶 我喜歡耶 真的啊 你喜歡這個 因為我覺得它鹹鹹的 鹹的起司配上地瓜餡 地瓜有一點點甜甜的 還滿特別的耶 這個湯圓 但就是地瓜原本的味道 還不錯耶 它的皮就是很好咬 就是比較不是Q彈的那種 不是那種 對 起司加芋頭耶 不知道什麼感覺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你試試看 剛剛那個起司是 包在地瓜外面的一圈 它是一層 它這個是起司裝在裡面 起司快 起司快在裡面 這樣也不錯耶 口感滿豐富的 好 那吃完剛剛那個探索馬里了 下一款是這個 經典湯圓麻吉竹 這個超級可愛耶 這個是桂冠跟櫻桃小丸子 聯名推出來的 算聯名嗎 期間限定喔 它這個是大顆的 它還有小顆的 小顆的在全聯買 大顆的在 蝦皮 Fu Panda 家樂福大人發什麼什麼時候 我會放在下面 你是花生控喔 我很喜歡花生粉耶 你可以直接淋上去 你還要混在一起啥 它那個 示意圖上明明就不是這樣子的 好啦 沒關係啦 我覺得混在一起也不錯啦 哇 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好吃 看起來很像羞馬吉 哦 我知道芝麻了 很好吃耶 芝麻配花生粉還滿不錯的 它其實就是 桂冠湯圓 然後加這個粉嘛 嗯 不錯耶 看起來真的滿厲害的 這還是小的 這根本就吃不出來 到底是什麼口味的了 真的吃不出來 完全吃不出來 完全吃不出來 它這個餡跟粉已經合而為一了 完全吃不出來 可是它是不是裡面有餡 還滿厲害的 小湯圓還可以包進餡 我是覺得滿厲害的 要把它切一半看看 好啊 看它到底從哪裡開始包餡的 好可愛喔 為什麼妳都切得開 為什麼妳切不開 很像鳥蛋耶 好像烤雕蛋是不是 很可愛耶 還不錯 會有就是吃多 比較美副單的錯覺 有沒有熱量嗎 沒錯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吃完這14款 超多 超級多 真的超級多 妳覺得最好吃是哪一個 小丸子 妳覺得小丸子最好吃 對 為什麼啊 因為小丸子是乾的嗎 很甜啊 花生粉很多啊 所以妳是以甜的那個集聚來排名就對了 就是我本來就很喜歡吃花生粉 然後它有這麼多花生粉 我就覺得很讚 而且我本來就是最喜歡吃桂冠湯圓 然後就剛好配在一起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蠻好吃的是那個羊汁甘露 喔它很特別 對我覺得很特別 羊汁甘露很特別 就是跳脫了 就是大家平常做湯圓都是 芋頭啊 芝麻啊 花生啊 就是那種甜品的東西 對對對對對 但是它羊汁甘露就是 它吃起來就是不只有甜 還有點酸酸的 就是有那個葡萄柚 酸酸甜甜 對對對 而且很特別啦 那這14款大家就看 應該是不用通通買回家吃啦 看我們今天影片大家再看一下 你們有什麼想吃的 對再買回家吃 這支我們有出SHIRTS啦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我們的 就是SHIRTS的影片 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沒錯 好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她說她要剪片方便 叫我們要吃一樣的 我跟不上她的速度